156 明報是時候改革股市 2015年7月13日經濟 B02齊密論秦景場內地密集救市跡類的效應開始發揮作用 A 股在上週四、5持續反彈,兩日內近千隻股漲停 令投資者重拾信心 中國政府能否做好投資者的期望管理很重要 早前不斷出招但股市仍然下跌,股市籠罩光勾片恐慌氣氛 投資者對政府救市的能力開始懷疑 到了上週四營制逆轉,投資者恢復信心 看內地的投資網站 不少預測牛市松林的文章開始出現 找出跌市原空不難股民恢復信心之際 外資也加入唱好行列 早前官方媒體《環球時報》列斥外資造空中國股市 但上週有幾家國際金融巨企包括花旗、索銀、高盛、 匯豐等紛紛唱好大陸股市 英國B.B.C.在上週五也引述美國財政部負責 亞洲事務的輔助理部長Robert Donner表示 外國投資者在中國股市中扮演的國非常少 從這個國度看 拋售中國股票的人在中國國內 並非來自外國 到底在公安破天荒介入查處股市惡意造空者之後 會否拿到那些在幕後沽空的原空 內地媒體引述劉紀鵬、常青等內地資本市場 專家聯名發表的分析指 這股造空的力量資金充足、經驗豐富 非常熟悉公務和私務的融資槓桿資金配置量化分析 在不同階段利用投資人爆倉的效應擴大戰果 尤其是利用中正500股指期貨 E.T.F.等一系列金融衍生工具 從這隻手法看 這隻造空客非一般的散邊游泳 相反手法路到專業 雖然如此 以中國政府監控市場之嚴密 要找出幕後黑手應該不難 股市震盪或成改革契機 不過 儘管市場有造空者再輕風作浪 但中國股市的結構性缺陷 隨時令市場扭曲發展的主因 中國的市場由國家運營 國家監管 由國家立法 並通過出售國有企業股份 為國家籌集資金 在政府主導下 股市事件立起來了 但對公司信息披露 股東權益 股息支付 嚴格審計及內部交易監督等 反而一直搞不出一套規範的制度 這次股市大震盪 也許是習理政府對金融市場來一次大手術的契機 市場面部分 那最後一個大手術的契機 是今天的契機 增加